哈喽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晶器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 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的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域 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天秤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e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天秤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部署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会有十六星座的开场讯息 以及这个呢 生活小贴士 提供给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 做一个简单的参考 好吗 首先呢 是我感觉天秤座呢 这两到三桌 可能会有点小破财 好不好 该花的当然我们就必须花 但是不该花的呢 我觉得也是要稍微截留一下 好吗 所以最近如果有冲动购物的 这个倾向 麻烦信用卡先收起来一下 好 那第二个呢 要给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的 简单的生活小天市 跟开场讯息是 我感觉这两到三桌 某部分的天秤座的朋友们 你可能会有一些 晕眩或贫血的这个症状 如果很严重的话 或者是有一些 不是很舒服的地方 我会建议你直接 去找这个专业人士 去做一个看一下 检查一下也好 OK 因为你可能会特别觉得 我感觉像是头的部分 上半身有点不舒服 有的人甚至晕眩 会有点想要干藕的这个状况 或者是你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可能在干藕的这个状况 也要特别注意 OK 好 那第三个呢 要给天秤座的朋友们的 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天秤座的朋友们 最近可能某部分的人 会开始写笔记 或者是有很多东西 是需要你记录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一个画面是 有一个人在写一个 很厚的记事本 像是日记本啊 还是记录本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OK 如果刚好最近呢 你用这个方法呢 去梳理你自己内在的状态 我觉得蛮适合你的哦 那有一部分的人士呢 我感觉你这个记录呢 是有点像说 有一些东西 可能对你来讲很重要 但你平常没有记录的习惯 从现在开始 要稍微把它记录下来 OK 好 以上呢 就是天秤座这一次的 双周的内容医师排他解读的 开场讯息 那我们开始进入 让你的牌卡解读 好吗 好嘞 这两个三中呢 你的挑战牌卡是 这个圣飞女王 这三组能量牌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这个呢 是权杖酒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我传递 给这个 听评座的朋友们 做一个参考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 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跟细节 OK 好 我觉得这两个三中 天评座的朋友们 你们在学习的一个东西呢 叫做 我这样说好了 就是 勇于追求你想要的 但你要割舍不必要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 勇于追求你想要的 然后割舍不必要的 然后你那些 你已经割舍不必要的 可能你需要去捍卫一下 捍卫是捍卫你自己 或保护你自己 OK 我等一下跟你做一个说明 来 这个呢 是你圣杯女王的排卡 挑战排卡 放在现阶段的能量场 等一下一起 帮你做一个解析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是权杖骑士 抽到的是Temperance 抽到的是保健期 我个人会感觉 在过去呢 你曾经有一个交手的 相关状况 人事物啊 这个人 有点淘气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你懂不懂 就是你注意看 这个后面这些帐篷 都是七彩缤纷的 感觉就是这个人的 我不能说他心机很重 或小把戏很多 但是我总觉得 这个人好像会变色 像变色龙一样 他会按照这个 怎么说呢 按照这个事情的变化 去改变他自己 比如说呢 他需要谄媚老板的时候 就谄媚老板 他需要八节上市的时候 就八节上市 他需要装可怜的时候 他就装可怜 然后要欺负你的时候 又变很强硬 所以我感觉 你在过去交手的 一个相关状况人数呢 他可能有这样的倾向 所以我会提醒你 要特别去留意一下 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原因是因为这个人 我个人会觉得说 你会让他 很奇怪 就是你会容忍他 或你会让他 或你会退让 甚至呢 你还会 我不能这样讲 但是有点像说 这个能量场有点像说 你还会帮他说好话呢 你认为什么 比如说假设 我就举例 比如说你同事这样欺负你 他就是这样子的人 然后别人就会说 天平座的朋友 他就这样欺负你这个人 你怎么还这样帮他说好话 你可能就说 没有啦 我觉得大家同事一场 也没有怎么样 我帮他做这个 没有关系的啦 反正又不是什么大事 你还会帮他说好 你还会帮他找借口 所以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你要特别留心一下 这个角色可能会互换 或者是 这边还有一个能量场 就是你会觉得 没关系 大家不伤和气为主 或者是不要闹僵为主 所以你可能会默默的迎刃 吞下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的话 原因是因为呢 这边还有一个权杖歧视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我感觉啊 这个人朝向你而来的时候 是充满热情的 热情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 我继续沿用刚刚那个工作的例子 好吧 比如说呢 大家都说 哎呀 天平座的朋友们 他都在背后说你坏话 他来找你的时候 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一样 他会变色了 OK 他像变色龙一样 就过来说 哎呀 天平座人 人真好啊 上次你帮我这个 来这是我这次去哪里玩 帮你买的这个小礼物 哎 我知道你最喜欢这个了 所以我今天点饮料的时候 特别帮你买了 那个什么特价的蛋糕 很有名的 我也帮你买了 就是这个人 是很热情的朝向你冲过来的 只要他知道你会爆发 别人在三风点火的时候 他就会朝向你来 带着热情 带着礼物 带着满满的感动 所以我就会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你在这个状况当中 你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你还会说 没有啦 他们才不像你讲的 他才不像你们讲的那样 OK 如果你有这样的状态 那我觉得你要特别注意 OK 因为这个人 我不能说他并不简单 但是他太会 怎么讲 太会变色了 所以有些时候 你会有点看不太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OK 好 那来到新阶段 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 保健骑士 还有钱币石 还有这个命运之轮 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你可能要去坚持你想要的 而且去捍卫他 去保护你自己 OK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呢 保健骑士给有一个感觉是 好 终于了 我们这边这么多的兵马 终于要冲出去 冲出去是要干嘛呢 冲出去是要得到这个 钱币石 跟这个命运改变的机会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假设你的状况 你交手的一个相关状况 人数 目前是这样的话 你如果不为自己捍卫 你如果不保护你自己 或者是你不去做出一些 我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还有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去看清真相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这个钱币石 这个钱币石是很特别的 你注意看 这个钱币石里面呢 是只有一个妈妈没有办法 OK 所以你会在一个自己 怎么说呢 我怎么跟你说呢 在一个 在一个假象里面困住 这个人面说 听没说我跟你是很好的朋友 没有 只有你自己在这个画面里面 你自己认为你跟他是朋友 你认为这个 看起来十全十美的钱币石 你认为你跟他是朋友 但没有 只有你一个人站在里面 OK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必须要能够去听看看 你身边朋友的经历也好 或者是呢 真正去找出里面的蹊跷 或者是去看清楚这件事情的状况 你才有可能从这个看似美好 或假象 或他给你的一个呈现的样子 你才有机会去看 看到这个人到底想干嘛 我又有点讲不太出来 这个人到底要干嘛 但是呢 这个会让你来到一个新的 这个我觉得契机 应该说 这个 我觉得你身边这些好人 或者这些朋友 在跟你劝说的时候 你真的要稍微停下 因为这个命运之轮 我在拿起它来的时候 我有一种感觉是 他们这些人来劝说你 就是要告诉你 这是你一个改变的机会 你可能不能一直用 这样子的方法 去做相同的事情 或跟这样相同的人相处 OK 所以你这张牌卡呢 是圣杯女王 这张牌卡就是要告诉你 你这两到三周 学会了这张牌 学会了这个课题 就是这张牌卡说的 自爱 你要把这些自爱跟自觉 都要把它拿出来用 OK 自己看一下 我是不是真的好像有点太盲目了 或者是我是不是真的 好像都没有听别人劝说 有没有参考别人的意见 或者是呢 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都是你在付出 这个你要去思考一下 这就是你的挑战牌卡 OK 所以呢 这张牌卡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你可能要清楚地去看见 你跟这个相关状况 人数不满的地方 OK 你不能当作视而不见 OK 我觉得这个状况是要 给那些可能就是 要容易心软的啊 或犹豫的天秤座的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 OK 那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是圣杯适者 还有抽到这个是judgment 还有抽到这个恶魔牌卡 OK 这就是呢 我要特别提醒 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 你这两到三桌的课题 是自爱 还有保护你自己 还有去看到这个 整个大画面清楚的方向 所以在未来呢 你看哦 如果假设 你不把这个课题 这个课题没有通过 或你不学起来 你注意看哦 你看这些人 就躺在这个棺材里 这个恶魔呢 就继续把你们两个绑在一起 这个东西啊 就没有办法翻篇的 OK 然后呢 你可能看不清楚之外 你还会以为 它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OK 所以呢 我才会跟你讲 这个课题 如果你不通过的话 来到未来的话 你会继续卡在这里的 OK 你会继续卡在这里 所以呢 我会感觉 有部分的天秤座的朋友们 一部分的你们 这个是你们过去已经发生的 但你一直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所以你这个牌卡 有点像是说 你没有通过这个颗题 你来到这里哦 然后未来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全上久 你看哦 你还要想办法 现在你这样来来回回之后 你还要想办法 来保护你自己 这批狼要攻打来你家里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会觉得 与其我们要走到这边 又要走到这边 来来回回 不如在这边呢 我觉得你好好思考一下 听看看身边朋友 给你的意见 或者是擦干你血量的双眼 然后看一下这个 这个变色龙 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好吧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用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我们来看一下 宇宙有什么样 额外的补充讯息 可以用给我们这个 天秤座的可能 做一个参考好吗 他们说这样 一个一张就可以了 好那不管你是 心情友或老朋友 我都会非常推荐你 一定要来看这个 宇宙验证牌卡 因为这个宇宙验证牌卡呢 其实呢 它呢是特别呢 会把一些细节啊 把一些故事的内容啊 就你现在刚好 演的这个故事线呢 不是你演啦 我的意思是说刚好 如果这个牌卡的能量解读 是适合你的 你在这个故事线里面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里面的人物角色 各自在担当 在演些什么 特别是 我跟讲 为什么会讲演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会演 所以我真的觉得 如果这一次的能量 排卡解读是给你 天秤座 特别小时这个人 这个人真的是很会演的 好 来吧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然后呢 因为你这个 赐爱的课评非常重要 所以他们总共给你 三张牌卡 所以我们等一下 一起来看看 好吗 OK 好 来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你抽到的 这个是女祭司的牌卡 这张牌卡呢 就是要告诉你 你注意看哦 他呢 是坐在一个月亮上面的 这边是一个白色的柱子 这边是一个黑色的柱子 好 我个人会感觉 天秤座的哥们 你在你的内心 其实你是坐在这个情绪上 坐在这个情绪上 是什么 是指 这个人呢 他可能很容易 带给你情绪波动 比如说你心情不好 他就来安慰你 你心情好了 他就来折磨你 我感觉你的情绪 是会受到这个人的波动哦 而且呢 我觉得你还有一点点 可能你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刚好这是你的 这个故事线 你这两到三就有能量的话呢 你要特别注意哦 我会感觉哦 你不太敢说那个坏人 然后因为这个黑白的 这个柱子 给我这个能量场上面 呈现有点像说 他真的没有那么坏啦 你们真的不用这样子讲他啦 这种非黑即白 一刀两断的决定 我觉得你不太敢说 还有你不太敢讲出 比如说你的朋友哦 都来跟你讲哦 天秤座他就是怎么样的人哦 你还不太敢讲出 他做不好的地方 你只会觉得说 他怎么样 你会一直在讲白的东西哦 OK好 天秤座的朋友们 不好意思哦 我刚刚这样讲一句 很重要的话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的摄影机瞬间崩塌 你知道我接下来原本要跟你讲什么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就是想要把黑的翻盘 说成是白的 结果我的摄影机就倒了 所以我要告诉你 这个呢 同时性在共振的时候呢 你要特别注意 OK 你不可以视而不见哦 你看我刚刚在讲这个时候 可能某部分听评作品们 可能是很愤怒 没有啊 我哪有这样子 我才不是你们讲的那样子呢 或者是这个人 也不是你们讲的那样子 你们可能误会了 我觉得这个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你可能自己弄到翻车的 OK 因为我感觉 刚刚那个摄影机整个垮下来 是你真的会翻车的 如果你不愿意听劝 那就算了 但是如果假设这件事情 是真的可能会很严重影响到你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能要深思熟虑哦 因为这个情绪坐在这里 你要把黑的讲成白的 然后呢 可能要替对方辩解的话 我觉得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OK 好 那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 来 你看 你抽到这张牌卡是Herafin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会跟你讲 如果你跟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嘛 你们是完全契合的状态 你们也达到共识的话 正常来讲 因为这个Herafin象征的意思是说 你要从这个课程当中去学习 你看哦 这个家庭到底完不完整 因为一个家庭完整 这个Herafin象征的也是承诺 这个人到底给你的是实质的承诺 还是空虚的承诺 空空的承诺 或者是这种 根本你也摸不着的承诺的话 我觉得你要注意一下下 还有这张牌卡出来的时候 我要特别提醒某部分天秤座的客户们 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意象 像是说 你要去看这个人的行动 大过于他所说的一切 这张牌卡特别要我讲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好 那这个呢 有关于你自爱的学习的这个课题 有三张验证牌卡 我们来看一下 你抽到了这个是保健国王 抽到是权杖四 抽到是权杖二 OK 好来 这边呢 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 怎么样你可以学会这个自爱的课题 OK 首先呢 好这样子 好来 我给你看 首先第一 你必须要像一个保健国王一样 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看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你讲 你这两到三周后 可能要保护你自己 一旦你做决定之后 你看 他是有一把匕首 又有一把长剑的 意思就是说 好 我看清这个相关状况人数了 大叔谈的条件不是这样 他说的承诺也不是这样 他答应我会怎么样怎么样 都没有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你的保健要亮出来了 OK 保健要亮出来了 理智客观的去评断 说出你真实的想法 甚至要让对方知道说 你看 这些都是你没有做到的 OK 我觉得这样子 我并不是很高兴 我并不是很舒服 这些必要的动作 我觉得你可能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要执行它 OK 然后第二个 其实你想要的 不是就是这样 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共同去创造 我们自己的家园 这个其实也是象征就是 这个钱并时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人 好像有一个给你一个虚设 比如说他说 他要给你一个 很棒的这个工作职位 或是很棒的 什么未来的这个生活蓝图 但里面是空的 但你要的可能是这个 真的扎扎实实很丰盛的 这种状态的 可是呢 我会觉得说 如果这是真正你想要的 你应该要把这个 不必要的把它删掉 OK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保健国要出来 把不必要的删掉 你才会留到 不是留到 你才会得到 或者是拥有 你想要的 OK 所以这两个是 很正 很 很 怎么讲 很必要的一个动作 而且算是 对你来讲 现在是一个 蛮正确 你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 某部分天秤座的朋友们 这应该是蛮小众的讯息 这是突然插播进来的 某部分的天秤座的朋友们 你们要注意 这个人可能 如果画大饼给你 讲的都是一些 很虚幻虚空的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他可能知道你的 你可能 我们这样讲好了 比如说他就跟你讲 我会跟你结婚 我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条件 但一直都没有 但他知道 这个是你想要的 OK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好 那这个呢 是这个叫做 权杖二 这个权杖二呢 你看到这个人 是在爬这个悬来的 对不对 是很辛苦的 很难的 OK 但是呢 你看到他努力在往上走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想要得到 这些想要的东西 就是你这个权杖四 那当然权杖四 对大家的意义 不一定是一样的 你可以自己去思考 你的权杖四 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是稳固的工作收入呢 还是稳固的安全感呢 还是稳固的金钱来源呢 或者是稳固的一段关系呢 都可以 OK 你必须要能够排除万难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 跟上你想要的 那个叫什么 山顶嘛 就攀岩一样 要登到这个山顶 可能这个过程会有点辛苦 但是你要持续的向前走 OK 意思就是说 假设这个人跟你 一个虚设的条件 你就跟他讲 不好意思 我不要了 对 你可能会有短暂的时间 可能会觉得 啊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要记得啊 你要爬到的是山顶上 你要学会的这个课题叫自爱 所以你要自己 能够去做一个适当的取舍 你在这边思考完之后 你一定要做出一个适当的取舍 OK 那在未来 你目前呢 看不到 你看哦 来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你看 你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在这边来来回来来 然后来到这边 又要打那只妖怪 你看哦 这个是一个恶魔牌卡 你呢 这个圣碑要你看到 这两个人是要分手的 这个女的要走了 这个男的也不牵他手 很不屑的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你们这个过程当中呢 如果是有点不健康的关心 或不适合的合作方式 要特别注意 这两张牌已经重复再重复了 OK 好 那呢 未来目前 你看到可能会引来的事件呢 是这个全校九 那验证牌卡是这个 钱币二 OK 好 来 你注意看哦 这个钱币二是有一个小丑 在地板上不知道在干嘛 很像在跳舞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是有一个钱币的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啊 这个人啊 就为什么会跟你讲 他像马戏团一样 在这里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帐篷给我 就是有一种马戏团的感觉 你看 他从头到尾 我不能说他在这边 耍儿戏 或者耍猴戏 但你注意看 这就是一开始 我就跟你讲 这个人啊 他就算啊 事情 我再跟你讲 就算你离开他好了 或者是你不跟他合作好了 我告诉你 其实说实在对这个人 没什么影响的 他还是在这边 跳得很开心很快乐 而且他得到他想要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还会跟你讲说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如果你身边 有这样的人物角色的话 或有这样的状况 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人就像小丑一样 很开心 很快乐 他知道怎么动你开心 他知道怎么样 抓住你内心的这种 不开心 不快乐 不安全感 怎么样去让你 能够变得很 怎么讲 得到这种满足感啊 所以这个 你真的要特别注意 特别如果假设 你觉得你有被PVA的话 要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我一开始就跟你讲 这个人像一个 会变色的东西 像小丑 就像马戏团表演一样 OK 所以他懂得哄你开心 懂得让你高兴 懂得说一些 让你觉得 好像充满希望的这些话语 那你要去看 这张牌卡 就是要告诉你看看 他能不能拿出 实质的承诺 跟实质的行动 这很重要的 天秤座的朋友们 OK 好 那以上这些呢 大概就是我给天秤座 这一次的 双方能量运势 排卡解读 我希望呢 能够协助你去 厘清一些 你身边必要的 这些相关状况人数 OK 可以多思考几次 多看几次 我觉得呢 也去听看看 你身边朋友的意见 我相信你应该会 很清楚跟明白的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今天的影片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 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 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 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 去回复你的讯息 那我是Gi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